老杨到处说 金德强的死 引发了我们对中国三千万货车司机命运的关注 独家垄断的既得理念 其实是逼使金德强最大二级之责 我不断地在这里强调 三千万货车司机一旦组织起来 就是一支遍布全国的机械化部队 不能再这样关逼民怀下去了 我的媒体朋友陈硕 原来第一财经日报的这个社长 一首好文章 他在货车司机金德强自杀之后 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 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数据 第一截止2020年的年底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是3.72亿辆 驾驶人数是4.56亿人 其中有一千多万辆的卡车 三千多万名的卡车司机 他们奔波在超过500万公里的公路上 每天每年为中国人平均送达26吨左右的货物 承载了中国百分之六七十六的公路的货运量 中国有这么多的车路货和驾驶员 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 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 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和人们生活的改善 这些数字在改革开放之前无法想象 这是第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中国仓储学校副会长王继祥 物流专家梁肖 对比了中国美国日本三个国家的物流费用的构成 中国的物流费用 运输费用占51.8% 保管费用占34.6% 管理费用占13.6% 美国的物流费用运输费用占63.4% 保管费用占29.9% 管理费用占6.1% 日本的物流费用运输费用占69.3% 保管费用占27.7% 管理费用占3.3% 运输费用占比中国最低 中国货车司机的努力和贡献和奉献不可磨灭 管理费用的占比中国最高 美国是6.1% 日本是3.3% 中国是13.6% 王继祥说 中国物流费用中的管理费用用占比比较高 证明行业的人情关系和灰色地带 以及国内物业从业者的管理水平 管理半径的限制 那怎么办呢 要降低管理费用的占比 既要提升物流企业的信息化 数字化的水平 也要在行业内部打破人情关系 灰色地带的困扰 所以秦硕认为 所谓的灰色地带的含义 不仅是指物流交易环节 由于人物因素多增的费用 而包括行业管理中各种乱象 不合理所带来的费用 对后者的统计 往往也是不全面的 所以秦硕长叹 两三千万的中国货车司机 如同鲁迅先生说的 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牛奶 是血 他们当中 多半是农民 进城打工 下岗工人 可能也有不少胡退的军人 他们当中有小生产者的 不成熟和弱点 但正是因为他们 支持了中国制造 支持了各种物流的流动 也支撑着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对这些苦苦耕耘的牛群 即便你不能多给一点理解关态 为什么还要加上那些多余的过分的 不应该的重压呢 人们当然也注意到 目前货车司机 中国的货车司机 面对生存压力有四点 第一 供求失衡 车多货少 车辆增速高于经济增速 过去的货找车 现在是车找货 车货匹配的互联网平台活跃 货运软件盛行 货源信息更透明 加剧了市场竞争 减少了车辆空死率 降低了车辆需求量 第二 路门门槛低 货车贷款首付低 几万元就可以上路 新手不懂行情恶性压价 90%的货车司机是散付 没有固定线路和货源 再低的汇用也有人拉 严重的超载也拉低了运费 几台车组成的小车 对单打独斗 在货物方面没有话语权 许多中小型的货物 无流公司不靠运费赚钱 靠贷收贷款量挣钱 拼命压低运费 第三 2016年历史上最严的运输令出台 这样的话呢 一台车跑长途 少赚了几百到上千元 对货车司机的规章制度 越来越多 连检越来越严 城市遇到雾霾 货车现行就会越多 自超现行 乘处不穷 不少地方要求货车装视频监控 要两三千元 这还是小数字 大头是花一两万 两三万安装DPF 颗粒捕捉器 否则没有办法上路 规章制度多延 经常变化 一条高速公路上 不止一个交通运输直华队伍 货车司机动不动就犯错 罚款单 罚款端 罚单多 罚款多 到什么地方都要对那些执法人员低声下气 第四 货车司机面对货主 公路散乱 设站卡 乱罚款 乱收费 油耗子 偷油的 偷货的 挂靠公司等的势力 孤单落势 缺花吃当的 及时的排解通道 很多人得了抑郁症 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中 有很多领域都存在的沉默的大多数 以及少数的集中的受益者 大多数人之所以沉默是 每个人的受损程度比较轻微 犯不着大洞干戈 忍一下就过去了 少数的受益者也沉默 因为他们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旗号 曾经在某些自定义的标准和流程里 悄悄地割韭菜 只有在某些极端事件出现之后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很不公平 但我们很快又麻木了 又习以为常 许多货车之机知道自己交了很多钱 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交钱过程中贡献了什么 好像金德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死 罚款他交不了 但他不知道是谁让他死 疑似有人说货车司机的死的背后 不要遗漏那些做独门生意的 主宰整个行业的公司 这里面有四点 第一 金德强的车辆调限 跟北斗卫星系统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毛强关系都没有 而是跟背后的数据上传的设备 平台有关 第二 在中国只有一个全国道路货运车辆公司 公共监管和服务平台 只有一个 落大的国家 14亿人口 3000万货车司机 960万平方公里 500万公里的公路 所有重载货物的数 要根据道路 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要要求必须 先传给这个平台 而这个平台是一家公司 独断的垄断的运营 好了 这家公司 从货车司机那里 免费获取叙数据 转过头 通过运营商 又向司机收钱 这家公司还把数据高价 卖给第三方 甚至卖给地方政府 第三 这家公司 为了上市的需要 的利润率 就用各种方式开发市场 市场上有很多低价 低值的设备 也有很多为了过减的代理 车从 这就是很多北斗掉线 最直接的原因 不是北斗的问题 是这些家伙的问题 第四 货运公共平台 在2015年到2017年 逐步完成了彻底的私有化 原来还有点国有的味道 好了 这个平台经过无数次的股权变更 多达数百家的企业 个人投资者 已经参与进来了 切蛋糕 分道应该割韭菜 分韭菜 认真查下去 背后的利益 往实在是太庞大 太惊人 这是一门最好的生意 垄断货运平台数据 来卖高价 这家公司 北京千方信息科技公司 集团有限公司千方科技 2020年营收是94.1亿 以9亿的人民币 净利润10亿多人民币 这家公司 更多关联公司控制了北斗卫星 定位货运行业 唯一的数据平台 及全国道路货运 货运车辆公共监督与服务平台 背后的公司名 叫做北京中交星路 信息科技公司 中交星路 而无数像金德强这样的司机 和中交星路有看不见的联系 货运司机每年逼交的费用 有一部分是以数据服务会的形式 上交服务商 服务商又把它交给这家中兴交路 这个披露这个隐秘的人 作者说这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还能够三头吃的生意 中交星路公司 不仅是全国货运平台的 唯一运邻方 而且是众多全国货运企业 监控平台的开发商 其他也有些企业参与开发 但实际展开运营的不多 而所谓的运营 大多数就是安装和运营维护工作 中交星路是唯一一个具备 从全国公共平台 省市监控端 企业使用端 都有主导权的公司 当一个企业具备了绝对垄断地位以后 那么如何开发市场 就是他们随心所欲的事 业内流传的说法是 这个公司的实际的控制人 名字叫夏蜀东 他是千方集团的董事长法人 至今能来是中交星路的实际控制人 而这个人具备通天能力 好了 他的天是谁 中纪委 国家监察委 有关单位 有关部门 能不能查一下 要命的这里 我要强调是 这些被欺负的 不知道怎么活的人 可能是小生产者 有他们的弱点 但他们是中国大动脉的运营者 三千多一千多万辆的货车 三千多名的货车司机被你逼急了 一旦组织起来 就是一支遍布全国的机械化部队 每一辆车都是人肉炸弹 不是金德强的事 谁知道这里面的猫腻 这里面的利害 这里面的隐患 不能再这样 官逼民怀下去了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有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